矿业,中国最为传统的基础产业之一,正在面临低效低质的困境,需要实现从粗放走向极约的转型升级。 工业来讲就是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,提高产品的效率,再一个提高我们的服务水平,我们的认知水平还层次不起,我们的基础差距很大。 这个变革中的传统产业,已经开始借助移动互联网,收集连接散落在各个环节的数据,向数字化转型。 矿业这些基础产业,如果能够借助我们互联网,那么将会产生巨大的价值。 矿井内外,人与机器,移动互联网创造的连接,已经从生产延伸指销手段,编织起全新的矿业信息网。 大刘塔煤矿,地下200米,这里即将上演一场中国海拔最低的手机直播。 地面上的调度室,疾控员们不会错过任何关于景下安全的新销。 消息,景下的这场直播,也不例外。 现在故障处理到啥进度了? 建风箱盖板,已经要打开了。 它正在检修这个煤机故障,现在出现了一个煤机的故障,叫缺效。 这是世界上产煤量最大的井工煤矿。 任何由设备故障带来的停工,都将对当天的产量造成影响。 老师让设备这种带边运行,有可能就造成热烟触电, 矿井的停产,这样的重大的安全社产事故吧。 咋样? 行不起? 行? 可以。 我们一个把电锅,然后经常一块作业。 这个记录故障比较方便。 企业微信的鞋头铁台都可以看得到。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,这个手机上的新应用, 已经帮助大流塔煤矿,提升了超过10%的故障修复及时率。 这样的应用,正在支持中国第一矿的高效运转。 我觉得企业微信解决的最大的还是一个企业的信息互联合同。 所以也是几大的减轻的一线去维修这个故障, 恢复这个故障的时间。 减轻的故障的时间,相当于提高了产量。 从井下到井上,类似的信息互联还给另一种矿产的生产带来了新的可能。 这是灯丝的原料。 屋,它还可以像这样被做成工业的牙齿。 这个是整理利息刀剂,主要是用于作为航空航天刀剂, 然后作为来造飞机使用的。 而造出一只十公分长的刀头, 需要的屋就来自三百公里之外的矿山。 屋矿石将在这里完成最严格的分悬。 杨青山正在听诊的这台机器,是整座矿场的心脏。 这里正在进行屋矿石最重要的分解。 放摩机就是让我们的矿石得到有效的分解,分体。 我们手机每天要点减八项嘛。 所谓点减,就是工人帮助像棒摩机一样重要的设备, 写健康日记。 包括温度,齿轮在内的八项内容, 必须在一天之内被反复检查多次, 才可以保证矿场的心脏跳动如常。 点减的项目是一个电机嘛。 电机是我存在的异小, 然后我们用眼睛去看,用无头去听。 用手机检点相关管理人员嘛, 能够在第一时间内能够共享, 如果处理事情处理起来就比较方便跨节嘛。 这是纸质的,原来我们系统已上线之前的一个点减的记录。 比如说我们查询我们棒摩系统, 输入一个棒摩以后,按回车键以后, 我们就出来了,我们该台设备的日期跟周期的一个点减信息就完整地出来了。 通过这个协议微信这个平台呢, 然后就利用手机就可以把这些信息输定。 那么这些信息还同样会传为我们的ERP。 所以它从效率呢, 我觉得它可能大概从70%提高到90%准确率。 准确率也应该提到在将近的98%。 这是屋的最后一段旅行。 新生产的3000个硬质合金粒洗刀已经在车间整装待发。 分额23。 现在我们的路门主要卖一些硬质合金的一些刀具, 那最近的话有卖到北欧一些国家, 比如说瑞典、芬兰。 而这些产品能否顺利外销? 全靠海外销售部的同事们。 那我们下车要做一个欧洲区的区域规划。 那这区域规划包括一些客户的信息。 上个月去德国出差拜访几家客户, 手机上有看到您上次拜访他留下来的客户需求。 就是这个之前上次出差的一些情况都有记录在这个手机系统里面。 看到了,很清楚。 对,包括之前还有一些客户他需要的一些超运刀品的产品信息。 对市场的洞察必须更快。 这意味着和罗平珍一样的销售工程师, 不仅要跨越市区寻找他们的客户, 还要尽可能缩短信息往来的时差。 我们现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整合我们手上的信息, 然后帮助了决策层有一个更快速的一个反馈。 客户我在这个系统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他今天走了哪些客户, 包括他这客户采集到哪些信息, 需要我们给他提供哪些支持。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能够及时地获取市场跟客户的信息。 那么集中起来就会有一些统计跟分析, 领导决策层他对这个行业的判断或者整个生产的安排, 这种判断会更准一点。 伴随着市场与工厂之间快速的信息流转, 产品的外销版图也正在被快速拓展。 工厂里的3000个硬质合金利息刀即将远销欧洲。 如果把目光放得长远, 矿井里珍贵的产出,或许从来都不止矿物。 因为我们企业每天生产, 都大量速度的产生。 而如何把这些大数据有效地用起来, 帮助企业科学决策, 帮助我们整个产链有效运行, 这就很有意义。 这些数据正在数字化塑造的连接中被整合、 提炼、锻造成矿业新的利弊。 在这条传统的产业链里, 参与其中的人与机器, 将被更智慧的信息系统整合成高效的产业互联网。 矿业升级的可能就蕴藏于此。